哈喽,今天又带来另一支甜坑的影片 要来聊到的呢,就是 Alisab他们家的Girl of Now的这个系列 如果你也是这个系列的爱好者 或者想要听一下我对她的不专业香品的话 就继续看下去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话 欢迎你,我是Chloe 这是一个专注香水香氛蜡烛 所有与香气类产品有关的频道 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一个香气的爱好者 那就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每周两次的更新咯 甜坑的影片呢,我当然要继续努力的拍 因为呢,看一看我的清单 我欠的债还蛮多的 但放心,只要你们有兴趣看 答应你们的影片 我一定会慢慢陆陆续续的拍出来 那就像刚才intro说的 今天要甜坑的呢,就是 Alisab他们家的Girl of Now这个系列 还是先来稍稍交代一下 这个系列它主要的一个理念吧 或者一个品牌想给你塑造的形象吧 那是Alisab除了他们的那个 私藏的定制系列 还有他们的Le Parfum的那个系列 之后的一个新的系列 于是在2017年的时候呢 他们就决定推出他们这一个 全新的Girl of Now的这一个香水线 那Girl of Now的Now呢 算是Alisab她提倡的一个活动吧 或理念的一个命名 那这个活动或者说这一个理念吧 她主要提倡的就是 世界上很多女性的从业者吧 她把她们的精神时间 才艺全部投入到她们的工作事业上面 在现代的时间当中 一个又一个女性创业者成功的故事 成功的一个典范吧 Alisab感觉这一堆成功的女性 或者女创业者 她们的成功故事或者她们的付出 会鼓励了更多更多年轻一代的女性 为自己的事业或梦想吧 努力去打拼 从而呢鼓励她们能走得更远 而且有更坚定的一个意志 能够通过她们的努力和坚持 也成为了明日的领导者 那听了这一堆官方的文案以后呢 相信你也能理解到 其实Alisab的这个系列呢 感觉应该是一个更贴向 或者更面向年轻一代的一个香气 或者她想要针对的顾客群 应该是更年轻的一代吧 那不得不说 我觉得的确在香气的调配上面 她们是完全做到了 个人感觉呢 还真的会很适合 就是20岁以上所有的女性人群 那Alisab她们Girl of Now的这个系列呢 其实是一个以橙花作为主调的一个系列 那这个系列呢 我相信能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吧 或者说至少是最初能吸引到大家的注意力 或眼球的肯定 与她的包装也很有关系 那Alisab她们的Girl of Now这个系列呢 其实纸盒包装也非常的好看 这一个系列呢 我是不同时间买到这三瓶 所以基本上呢 我也选了三个不同的尺寸 三个不同的形式去购买到 但可以看到她其实整个包装设计 我觉得还是挺有质感 挺好看的 那盒子里面 香水瓶的包装也是非常的好看 说到在2011年推出的这一个 Girl of Now它们的最原始的这个版本呢 就是上面的这个花瓣型的 法郎设计呢 我觉得好好看啊 的确非常有质感 往后推出的这两个啊 Forever还有Shine一样 就是设计上面啊 或者说你摸到这些金属的配件 玻璃瓶的重量 各个方面都是做得非常好 绝对对得起它的价格 同时呢 我觉得怎么说 有时候一些设计师的品牌啊 你会觉得它的品牌形象非常的高贵 然后奢华 但是呢 它们出的香水并没有这个感觉 你就会觉得落差很大 但是Alice Up它们这个香水线呢 包装的质感上面 绝对配得起它们家的这个品牌形象啦 好说完包装呢 进入我们最最重要的 就来聊一下它们的香气吧 先来聊到它们2017年推出的 这个最原始的Girl of Now 中文艺名好像叫做蜂巢的这一个 也是它们这个上面的花瓣 是这种Baby Blue 淡蓝色的一个设计的香水 如果你有闻过Alice Up它们 Le Perform的那个系列呢 那个系列呢 和这个系列一样 相信Alice Up对橙花的热爱 真的非常的浓厚 两个都是以橙花为主调的 但是这一个系列呢 橙花里面会添加了很多有趣的果仁方面 包括了一些尤其是坚果 这一类型的东西 让这个系列变得更活泼 更年轻一些 甜调也增加了非常的多 那Girl of Now的这一个原始的香水呢 它就是一个橙花与开心果 两个重要的香材 相辅助下产生的香气 前调呢 你会闻到一个非常香甜的橙子 再加上雪梨的一个甜气 在这个甜气的背后呢 你就会开始捕捉到果仁 尤其是开心果那种粉粉的感觉出来了 中调呢 橙花还有杏仁的气味会大量的涌现 开心果杏仁 这一种果仁的气味也会显得越来越霸道了 甜调呢 也会逐渐的上升 接着尾调呢 就是琳兰香豆 广阔香 还有Cashmere Wood 尾调的这一个木头香呢 它是非常隐约的 它最主要起到的功能呢 就是让这一款香气 它的持久力 还有它的底蕴 会比较丰富一些 但是呢 整体来说 这一罐你最主要能捕捉到的 其实还是一个在杏仁 开心果这种果仁的辅助之下 的衬托之下的一处 明确的 活泼的 橙花的香气 这款香水呢 如果你是喜欢一个香甜挂的 橙花的香气 甜甜美美的气味 这款你会喜欢 但如果你对香水的甜度方面 接受度比较低的话 那基本上我觉得这一个系列 所有的香水 你都会觉得太甜了 那对于我自己一个 嗯 算是对美食调香水 也有一定爱好度的人来说 那这个甜度呢 我个人是可以接受啦 接着来说的就是 他们2018年推出的这一款 叫做Girl of Now的Shyne 也是他们叫闪光少女的一款香水 这个上面呢 是金色的花瓣 这一罐呢 其实是我整个系列第一瓶收的香水 最主要冲着的 就是听到很多人分享说 里面非常明确 呃 大量的这一个 烘炒过的一个 开心果 还有果仁的气味去买的 这一款的香气呢 它在基础的Girl of Now的香水之上呢 前调除了橙子还有梨子以外呢 再添加了凤梨 这一个香气 所以呢 让这一个香水的开出呢 比起刚才的Girl of Now呢 会多了一丝酸的气味 而这个锋利的酸气呢 我觉得和后来 它那种大量的果仁气 配合的很好 因为一丝酸的气味 反而呢 让这一个 嗯 果仁气 或者这种甜度 那么高的香水 变得没有那么的腻 就像是一些料理里面啊 如果一些 很肥的肉类 或者很油腻的菜式 它们都会加上醋 或者一些酸的食材 去让整个食物呢 变得更可口 就是那个Balance会做得更好 那这里前调添加的凤梨呢 就正正起了这个作用 中调呢是橙花伊兰 还有茉莉的一个花香气组合 而这一款香水呢 它的中调相比刚才 Girl of Now呢 花香气会变得隐约一点 杏仁的气味会更明确 尾调呢就是香草 广阔香再加上鸢尾花 杏仁的香气呢 会从中调开始就变得非常的明确 一直延续到尾调 再加上鸢尾花这种粉粉的花香材 两个结合之下呢 让这个杏仁或者果仁的气味 那种粉调会变得更明确 但这个粉调呢 它完全不是女性化妆品的那种滋粉味 而真的是果仁或者杏仁粉啊 一些榛子啊 那些坚果 你凑进去闻 或者你摸上去的那种质感的 那种粉调 这一款里面的那个杏仁 开心果 那种坚果的气息 会让这一款香水 它的辨识度或者它的特质 变得非常的明确 也是因为这样子 让我觉得它呢 是整个系列当中 我个人最最喜欢的一款 如果你想受这一种坚果的那种粉粉的调调 再加上一个明亮的花香气 那我觉得这一款呢 你应该会非常享受 而且这一款呢 是那种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身上那一种坚果的粉调会越来越明确 香气呢 也会随着时间 我感觉变得越来越滋性 相对会越来越成熟的一款 接着就来说 2019年 他们算是蛮新推出的一款 Girl of Now的 Forever 这一款呢 就是它上面的花瓣是这一种 三文鱼颜色的一个设计 这一款呢 是我觉得 它们整个系列当中 甜度相对最低 也是可以在春夏天适合去穿戴的一罐香水 因为刚才聊到的两瓶啊 我觉得它的甜度也好 它那种坚果的气味也好 其实是更适合在秋冬天去穿戴的 这个系列只有这一罐 我觉得在春夏天尽管气温稍稍高一点 你还是可以穿不会觉得甜蜜的一款香气 它的整个香水结构 我觉得改变还蛮大的 虽然呢 里面你还是能闻到了这个系列当中 我觉得最最主角的吧 就是这种杏仁或者坚果的气味 但这一款呢 在香水的结构上面 你还是能闻出很不一样 甜调呢 是一个很清爽的柠檬加树莓的气味 甜调呢 就会是一个甜度比较高的黑加仑子的果香调 再加上玫瑰 还有杏仁的气味 而这里的中调呢 我觉得花香气比起杏仁明确 杏仁的气味呢 要在中调转尾调 延续到尾调 你才会比较明显的能捕捉得到 尾调杏仁的气味还会夹杂着 广阔香 色香还有vanina香草的气味 我感觉这一罐呢 是一个很好穿戴 很容易穿戴 但是辨识度稍稍低了一点的一个香气 更适合那一种 就是你没有怎么尝试过一些坚果掉的香气 但是你想试一下 或者说你想要尝试 这一种带有坚果或者杏仁气味的香水 但你又不喜欢美食掉的香水 那这一罐呢 你可以去闻闻看 说不定呢 它会成为一个你很适合入门的香水 但如果你是冲着这一个系列 我觉得最最signature的 最主要 最多人谈论 这种带有坚果香气的 甜美掉的香水 那这一罐呢 我不感觉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啦 而且这一款Forever呢 也是他们整个系列当中 唯一一款 尾调当中会有着一个 你能捕捉得到 闻得到的一个躁感的气味 不算很严重的一个肥皂气 但是这种躁感 洁净的感觉 你是能察觉得到的 那他们这三款的气味呢 虽然是有着一个很明确的特性 或者特质的共通处 但是呢 又有着挺不一样性格的 如果你是想要花香气最明确的 尤其是一个甜美掉的橙花香气 那就选Girl of Now 他们最原则的这一款香水 那如果你是冲着这种 美食掉的坚果香气去买的话呢 那我感觉 Girl of Now 他们这个Shine的香水呢 会最适合你 那最后如果你只是想找一罐 甜美掉 带有一点坚果的香气 而且玫瑰的香气 比橙花要更明确 一年四季都可以穿的话呢 那Girl of Now 他们家的Forever 就会是你的选择 影片的最后呢 当然还是要在几个常规的标准线上 给他们打一下分数吧 先来说扩香还有持香能力 这个系列的扩香能力 还有持香能力 都是非常好的 我相信也是这个原因 让很多这种欧美的博主 很喜欢他们 当然啦 欧美的博主 我觉得他们对甜的 对这种 尤其是那种香草的 甜调的香水 就是特别有中耗吧 但是 扩香能力和持香能力好 绝对是他们家这个系列 一个非常大的卖点 基本上你喷上啊 三个小时左右吧 我感觉伸手的距离啊 别人都可以清晰的闻到你身上的这股香水味 而持香能力呢 在我身上 如果是前面这两瓶 就是甜度比较高一点点的 秋冬天啊 八小时 稳稳的 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你是喷到衣服上面的话 甚至超过十个小时 也完全没有问题 相对弱一点点的是他们 Girl of Now的 这一个Forever的香水 但是尽管是这一罐呢 相对清爽一点的香气 六个小时吧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如果你是很在意 扩香能力 还有持香能力的话 这个系列 你可以放心的购入 再来呢 就说到大众讨好度 大众讨好度 我觉得 嗯 不错 我不觉得他们家是一个 很适合盲买的香水 或者是一个人人好的香水 因为我感觉在 亚洲人的一个审美观当中 这个系列的香水 甜度可能有一点点太高了 他们也不是那种清新调 小清新挂的香水 所以如果你是对甜味的香水 抗拒的话 或者你闻过很多 已经不是美食调的香水 你依然觉得太甜 那这个系列呢 我劝你不要碰 因为它甜度真的是高 相反的 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 美食调香水 很钟爱甜调香水的人 再加上你很喜欢坚果的气味 那我觉得这个系列呢 你是不能错过的 说到创意度呢 我感觉在设计师的商业香里面 其实他们的分数可以去到蛮不错的 五分满分的话 我可以给到三分半 最主要还是冲着里面 明确的一个开心果 还有杏仁的气味 尤其是开心果 就市面上标榜开心果 气味的香水 还是相对比较少吧 杏仁的话 我是觉得这两年越来越多了 大家对杏仁的气味也越来越接受 尤其是杏仁啊 或者说坚果的这种粉粉的调调 它是一个除了摄香的这种粉调 女性化妆品的这种滋粉调以外 另一个粉调的选择 能让香水的持香能力变更长 也让香水的层次变更丰富 所以这种杏仁的气味 坚果的气味呢 越来越流行 也是理所当然的啦 但这个系列呢 里面添加的这么明确的一个坚果调 我自己还是觉得在创意度是蛮大胆的一个尝试啦 好 那这个系列呢 不知道你们又有没有尝试过 或者有没有关注到呢 你对它的想法又是怎么样 希望你都能留言 跟我们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分享一下咯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赞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咯 那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 拜拜